在我国古代文化中,酒与英雄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密相连,英雄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,而在酒桌上,他们也同样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胆识和酒量。 其中,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,更是成为了这一传统的代表。 武松当年连喝十八碗酒,过了港杀老虎,他在景阳岡的酒店中,一口气喝下了十八碗酒,然后走上了山岗,打死了那只凶猛的老虎。 这一故事,成为了历史上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之一。 那么,武松当年所喝的十八碗酒,究竟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酒呢? 武松,梁山好汉中的一员。 他的英勇和酒量都是人们所熟知的。 在他的故事中,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。 莫过于他在景阳岡喝酒的那一幕。 当时的酒店,为了避免客人醉酒后遭到老虎的袭击,特地制定了三碗不过港的规定。 但是,武松并不在乎,他一口气喝下了十八碗酒,然后走上了山岗,那时的酒与现在的酒有所不同。 根据史书记载,当时的酒是用米酿造的。 酒精含量并不高。 但是,武松所喝的数量却是相当惊人的。 据考古学家的研究,当时的一个酒碗,大约能装五两酒。 这样算来,武松所喝的十八碗酒大约是酒精。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,这个量确实是相当大的。 按照现代的计算方法。 根据考证,当时一碗约可装五两酒。 武松喝下十八碗,喝酒精酒量。 现代一罐啤酒约五百毫升。 按此计算,武松的十八碗约等同于九罐啤酒。 换成现代标准则是三打啤酒。 但是,对于武松这样的英雄来说,这只是小菜一碟。 武松喝完酒后,走上了山岗,成功打死了老虎。 这一幕,成为了历史上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传奇之一。 当然,武松最可贵的不是酒量。 而是惊人的勇武本能和身手。 我们不应被酒力迷惑,忽视了他杀虎的真正原因。 武松面对凶猛的老虎,依然镇定。 这源自他过人的胆识和惊人的武力。 在生死关头,他爆发出了巨大的潜力。 成功消灭了老虎。 所以,武松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酒量。 更重要的是他的英勇和智慧。 由此,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。 武松的武力比酒力更加惊人。 他的勇气和身手,才是打败老虎的决定性因素。 我们不应仅仅着眼于酒量的计算。 而应该正确认识这个故事所蕴含的意义。 当今社会,我们已经很少遇到老虎之类的威胁。 但作为普通人,我们也应提高自我防卫能力。 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勇气。 在现代社会中,我们也应该学会如何正确地看待酒。 酒,只是一种饮料。 它既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勇气, 也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智慧。 真正的勇气和智慧都来自于我们自己。 你说是不是呢? 关注我。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。